來… 每次參加一部 我們都有參與了 配音的動畫的首映典禮 你也有配音 我也有配 陳建築也有配 就大家很多人 然後在那個出場前的那個 在休息室當中準備要上場的時候 然後陳建築就很活潑 跟大家打招呼走來走去 你媽媽就在那邊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來走去 然後我當時踢了以後 你們不要欺負我 拜託 我就一直講到孩子 而這場康熙追思輝 還會帶來多少思念和淚水 你們是否還記得 那些閃耀後遠落的明星呢 趕快回到現場吧 我們看好多片段的時候 大餅都有出現了 你知道大餅一共來過32次 大餅第一次來說 就2004年的4月 就是我們節目剛開始 兩三個月的時候 好像常常出現在各種片段中 講得很好笑的話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那時候 是做得很成功啦 然後就是在各個節目 都可以看得到他這樣 可是你說他會為了要上台表演 彩排一百多次 不是...你知道嗎 因為他對於反串表演這件事情 他很要求 所以你知道那個 慧妮休斯頓的歌曲 他是為了要對嘴 對到很像的地步 他是聽那個歌 聽了兩三千次這樣子 然後聽到就是連那個 慧妮休斯頓在唱歌的時候 那個換氣的嘴型 他都對到了 他練習到這個地步這樣子 但我覺得有點失心瘋啦 對 不需要這樣喔 他就很...他就是這種 很認真 要求完美 對 要求完美 很認真 好 我們來看大餅 在康熙的畫面 Oh my God 那接下來今天除了康永 跟CD之外 來了一個人是我其實覺得 跟他鬥嘴真的是 很艱難的任務 妳跟他鬥過嘴嗎 我跟他鬥過嘴 但是我通常都是輸家 歡迎大餅 妳罵他 說妳好賤 我跟他怎麼回應你賤 余秉賢 你很賤耶 我以前那時候大餅會 就是在螢光幕上 然後大家記著 好像就是不斷地上 我猜...我猜... 然後表演了很多次吞拳頭對不對 就是只要有憲哥的地方 我就得要吞 因為他表演吞自己的拳頭 大家已經有點看膩 他就不然你吞別人的好了 然後他就把我的拳頭 給吞下去 可是因為基於安全的行為 他有帶那個塑膠手套 嘴部虧計已經壞掉了 那你不叫闊魚的氣氛 那這個破洞就要痔瘡了 你很奇怪 但他是你們搬的開心果嗎 誰叫當開心果 玩戲人小玉妹 不要再取這麼復古的名字 對... 我是問我姐妹 你是開心果 你們是... 人家比較老強 他是翁彩雲瓜 是不是 不可以嗎 來 你太細微了 真的了不起 而且每一個咬字 跟嘴巴該動的時候 而且他換氣我才換氣 對 因為徐希弟呢 就是他只要一回家 他就會立刻換上一件T恤 全身只穿那件T恤 T恤到膝蓋 然後外面是一隻米老鼠 然後粉紅色 是小豬 好...之類的 我們就跟我爸去 然後他就...大餅 你來一下 他說什麼事啊 幫我叫旁邊說 你爸去不常常抱我啊 他出來的 所以說 然後你知道就有兩個小孩子 在泳池旁邊在啊... 在潑水 然後西弟就穿著美美走過去 然後我們也在附近 然後就啊... 就潑到西弟身上 結果過一會 徐希弟就趁著沒注意的時候 把小孩子推到泳池旁邊 因為我覺得 雖然他們年紀小 你也不需要跟他們科系啊 我還記得 我也不記得 黑版純泥是不是 那是誰扮大S 誰扮小S 我扮小S啊 因為這主要其實不是因為我 因為胖你要扮大S啊 不是 是因為她爆我牙 我應該不要 wykor citris 有啊... 啊... 啊... 來了來了 公眾聖聖來了 大娃娃 我遇上什麼事了 我要模仿王歆霖 好啦 我們歡迎王歆霖出場喔 大表想把你電話留下 今天這顆拳頭 就是祝你女兒能夠平安順利的 長大也祝你們母子均安 謝謝 順便祝許媽媽就是那個 大牌鷹錢 對 好 好溫馨喔 1 2 3 你們都知道我已經感情空窗 大概有十年之久 但男生你要知道空窗久了 大家都會以為你是一個 保齡球國手 旋轉 跳線 我跟自己缺點 成小看不見 你沉醉了淚 白雪 夏夜 多虎皮鞋 模糊了年歲 無娘的喜悲沒有看見 好棒喔 好棒喔 你剛才練那一整段是為了表演 是不是 不然我私人的興趣有練習 好棒... 他細節...他細節很具體 對啊 他對嘴對真的對好細喔 而且你知道嗎 他剛剛跳的那個舞娘 他自己在家裡面就是練習那個舞蹈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遍 一個星期 整個星期都在練那個舞蹈 他是把這當純粹的工作 還是他其實也樂在其中 他非常喜歡表演這件事情 他非常非常喜歡 他即便是就是在私底下 他都很喜歡引起人的注意 他跟我們鬥嘴的速度好像是 好像是最快的 我跟你講 有一個事情超級好笑 就是那時候就是 我哥跟CD他們同一班 然後有一次就是有一個老師 就覺得說就是學藝術的人 真的很難管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那個老師 不知道是什麼老師 他就走進去罵我哥他們班的人 就說 你知道你們學藝術的人 都很難管 男生都是神經病 然後女生都是變態 然後我哥說 他這種...他這種隨時的機制 對 它是隨時的 隨時的機制是討喜 在生活中是討喜的嘛 對啊 它是隨時的 大家會很樂 對啊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天天... 我跟你講 他每次看 我最懷疑他其實他每次看到我 他就說 你可以告訴我 上帝在創造你的時候 他在忙什麼 他就想說 他每次都跟我講話 我想說你現在失禮了吧 而且還有一次我們 一起去工作 然後那個停車場 不是拿那個票卡 其實他都會說什麼 謝謝妳旅途平安這樣子 然後他拿完卡之後 他就會說 妳是真心的 妳是真心的嗎 妳 然後他想說妳有票跟提醒 有吵架嗎 你是不是真心的 對 然後我想說 對 他是你現在就是這樣耶 他就是這樣子 就到處找家床 四個瘋子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 吵贏他吧 我從來沒有吵贏過他 他上每個節目都這麼就是... 對 然後嘴巴就是這麼鋒利這樣 可是你們有真的吵過架嗎 就是他... 只要他一生氣的時候 我就趕快就是閉嘴 然後就默默躲起來 因為不可能吵贏他 病倒的時候是在北京嗎 對 那當時你在哪裡 那時候我在台北 然後就是其實 他好像是四 五月的時候 就是三年前的四 五月 他就患了感冒這樣子 然後因為就是台灣人 在內地看病很貴 然後他就想說 他要把錢省下來 就是讓家裡面過得更好 所以他就一直吃成藥這樣子 可是...對 就是感冒拖成大病啦 然後後來他真正那個入院的時候 是就是三年前的6月24號 就是那個晚上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舟車勞頓這樣子飛過去 三點趕去機場 然後到北京已經晚上11點 你知道嗎 我到北京醫院的時候 這很可怕 因為就很像是連續劇裡面的劇情 因為護士小姐看到我的時候 他說我哥那一天就是 一整天就是瞳孔放大三次 然後就是整個情況非常危險 然後他說有一些東西你也要簽 就是並違通知 甚至就是後來我簽的是那個死亡 就是死亡痛之處這樣 就是我弄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才進去病房看到他 他如果知道你隆鼻的話 他已經... 他先隆了 他先隆了 大比有隆鼻 他先隆了 而且你知道范范有一次看到我們 他說你們兩個要組一個團體 叫做Flexic Brothers 是我的兄弟 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把照片燒給他這種事吧 沒有 可是我有做一件傻事 你寄了那麼多照片給我 你卻沒有燒一張給他 我沒有用燒的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做一件傻事就是 我到現在都還有在就是... 就是傳LINE給他 然後就是很想念他的時候 會用LINE給他 那如果回了怎麼辦 你怎麼會給我水到最後的牆上 然後你... 想念你幹嘛 所以我說想念 可是還是很怕見到那個鏡頭 就是我跟賴范范很像 就是說其實像今天上康戲 我昨天也有傳LINE給他的 是喔 對 所以他也幫你把班表移開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做這件事 真的你要確定對方的電話沒有停掉 因為我有做過這種事 結果他大頭到變成一個陌生人 然後你這樣很破壞 因為你電話停掉之後 他就是可以給別人使用 我嚇死了 所以你以後就在臉書做就好了 除非你們確定你電話都沒有停掉 沒有 真的 我就是說過這種事 有沒有那個時候 媽媽走的時候有沒有 寶媽就說什麼接到媽媽的那個 對 因為媽媽傳給他 對啊 傳給他 沒有 我們是要跟他說 告別式的時間 可是是用媽媽的手機傳出去 然後就傳去 這招也...我有收貸 所以大家... 大家都嚇壞了是不是 對 就是嚇壞了 可是我到現在都還保留 國修老師的手機 還在付約租費 那國修老師是會 本來就會用手機拍照的人嗎 會 他也是個手機控 所以你會翻裡面的照片 所以你家裡都還是... 他所有的東西都維持原狀 而且你每次看都會很貼心 因為他有... 到處有很多的創作的筆記 因為給我們書的時候 就是前面有印他的筆跡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寫給我這麼多字 然後我就看來看出來 還好是印的 沒有 他寫著27的 你以為他寫給你的名字 而且我還怕說 一邊讀一邊浮現出新的字記 現在27本劇本的手稿 放在四個防潮箱 都是開著墊的 對 因為你的情緒 會不會只要一看到這些東西 就要大哭一場 因為國修在最後 住院的三個多禮拜 給我們全家就是兒子女兒 都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 所以他很清楚的去 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住院了 這次也出不了了 所以他就會開始很清楚的 交代他的後事 包括把屏風的重要幹部 請來醫院告訴他 我的告別是要怎麼辦的 然後他也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這些家人說 要把他當作一件喜事 因為我就要去見我的父母了 我覺得他就是做很多 讓我親眼去見證說 死亡這件事情是一個往生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 要稱為往生者 他們真的去到 另外一個更好的地方 那國修老師說 他說他要去跟他的父母相見 所以對我來講 我也期待一個之後 我會跟他相見 是 李國修一共來過康熙七次 在我們這邊顯示的是 2004年到2011年 當中有一些時候來 其實並不是來聊 跟舞台劇有關的事情 所以應該是王月逼著他來 講了一些其他平常不跟人家聊的事情 我們來看李國修參加康熙的畫面 今天有一個諧星的祖師也來了耶 我覺得他已經不能用諧星來形容了 諧星是像我們這種膚淺的人 稱為諧星 人家是喜劇太陡 我們歡迎李國修先生 歡迎國修老師 歡迎 鳳雅 你現在聽到諧星這兩字會不會刺耳啊 非常刺耳 對 我們現在應該叫做藝術家 聞我的脖子 他還喜歡煮這個感覺 你該聞的那個點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狗的爪子你喜不喜歡聞 喜歡 對 它就是那個味道 就是那種臭味是不是 一點點臭 但是還是香的 怎麼樣 還有穿著一些綠油巾的味道 因為我們一直是 以心用情作劇場 對 而且我們對於台灣劇場 這個所謂的演出啊 跟作品 跟觀眾的關係 都滿有情感的 對... 可是因為環境的不可抗力 所以那個畫面呢 我就出現了一個畫面 跟他講 我一邊講 一邊...一邊哭啊 我說我們要演經濟邪 而且自己演藝衝 那麼國家券一千五百個座位 每個座位要賣兩萬塊錢 你要賣就是有緣 你只能看這一次 在這個畫面當中呢 我身邊會出現 所有曾經參與過田中的 演織員統一設計師 我要對他們每個人說一句話 每一個不同的朋友 有謝謝你們對我的支持 真的很可憐耶 我都很想哭 可是...可是他很可憐 因為我哭到不行 他就跟我講說 放心 他已經演完了 到他在腦海裡面已經演完了 以後屏風表演辦的戲 我都要去看 你們好像很窮的樣子 其實我們打開電視 是說一句話滿嚴重的 百分之十經過專業訓練 那剩下是九十 所以他們都有雙手對稱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回事 你不要理我... 對 最對稱 要貼住你 我沒有去注意我的手在幹嘛耶 我想想看 不耶 我們談愛情戲的時候 你不要離開我... 你真的不要離開我 真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要看這個手 沒有態度黏住了 這叫三秒鐘 那感情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特別對有態度 你知道嗎 是... 你幹嘛真的偷摸他 不是在做一個講解說的 你真的... 不是柔令嗎 創團五周年的時候 演一個文藝...文學作品 林懷銘老師的《禪》 改編成的舞台劇 當初第一個就拜在林老師 不應該警告我 他說 瓜修 你要改編是吧 我剛才一進化就說 小意思... 妳要很愛 妳跟她說盡生來 好不好... 月姐 小意思今天拜託你了 沒有問題 小意思今天要 妳會非常感謝你此生無憾 有做了這一集 我最愛國學老師了 謝謝小孩子 歡迎光臨哥好 妳有感覺過 她的背影是可憐的嗎 整個人都很可憐啊 幹嘛是背影 所以正面妳也覺得想哭嗎 看到她的這樣 可以啊... 不然妳去握她的手 妳就可以哭了 不可能 真的 妳握一下 什麼感覺 妳再想我一個她講話 妳就隨便... 隨便翻一個食譜 都可以 妳的內在要想一個傷心的事情 妳的外在是念食譜 涼拌蓮藕 食材 蓮藕三百公克 辣椒絲一條 白醋一大匙 香油一小匙 蓮藕洗淨 去皮 切成薄片 真的假的 香辣椒絲 調味料 與沥乾的蓮藕攪拌均勻即可 成功了 這蓮藕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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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很有感情 不要再賺了吧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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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妳當時在想什麼 好像在想爺爺 肚子餓 這是用妳們那招 就是要想 就是國修老師 漢典不在 他最會講的 就情緒經驗 情緒檔案有三個 就是有文本的 就是本來劇本就很好哭的 再來就是如果檔案 再來就是經驗檔案 是 李國修上康熙這件事情 是需要妳給他打氣 他才會來 還是他自己會決定 不會...他很開心 就像我剛開始開放妳說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來上康熙 屏風的票房就有救了 他第一集來上的時候 我們就感覺好像是在告別 他的認真 因為他一直是有這種 散發這種很慘中的氣質 是... 所以他每次來 雖然票房不錯 可是他會覺得他 在做一件跟他的劇場 很遙遠的不相關的事情 我覺得一方面國修也很特別 因為他是台灣的一個電視喜劇明星 去轉行做劇場 做藝文這一塊 就好像說 他帶出來的發酵跟衝擊力不一樣 就好像說一個電影圈的康永 來了綜藝節目 就會帶動不一樣 那相同的 國修老師也是把所謂的... 他不斷地自我要求 不斷地學習 這邊有好多屏風的子弟 屏岩啊 小屏都是 在老師那邊也學了一年 妳跟小孩是可以聊他的嗎 可以 一直聊 然後也包括我曾經... 因為他們剛剛講的話 我全部都聽得懂 因為你真的很容易進去 你一進去就哭到不聽 然後有一次也是我哭得嘻花的時候 你平常都沒事 都很好啊 可是你一進去就會... 那個是個黑洞 然後... 後來我兒子就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也有很正面的鼓勵我 他就跟我講說 媽媽 這個是每個... 就是老天 菩薩也好 耶穌也好 就是都給我們一張考卷 我們來到人生這一趟 那爸爸已經把考卷填完了 而且他寫得非常好 所以他走了 那他現在在天上 絕對是一個博士班 那媽媽 妳如果這個樣子 妳真的就在幼稚園 妳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我也會覺得 我不可以這麼樣沉溺於悲傷 那一定要做有... 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那我不會做什麼大功大德 那我只是個人 我很希望說 能夠把國修老師的 經典舞台作品 能夠翻拍著電影 所以不論國際 不論距離 我可以用電影的方式 讓更為流傳 也流傳下來 那所以現在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我也常常會安慰 很鍾愛屏風的戲名們 就是說 就好像電影裡面 就是一代宗師公二說的 最後一句話 就是 所以我相信大家對於康熙來了 康熙走了也會很... 也會很沮喪的 包括我女兒在美國求學 每天都看的唯一台灣節目 就是康熙來了 那...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情緒呢 我覺得就是等待相逢 不用投放 你直接賴... 直接賴我們不要記好 我在夢裡面做一整機出來 我一定還會再相逢 我們一定會看到康永 開的痴痴的愛的電影 他們家公子去紐約了 要去 還沒有去 可是我只是想說 如果他回到家是空無一人 他遇到了這種狀況嗎 你那麼健談 我們其實大家就好好相處 其實你家裡面也有一塊地方 你是不敢走 走過去 我們家有個中島 然後中島的地方 因為他很喜歡烹飪嘛 所以那個中島當然是他的地盤 然後那個中島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電視是懸掛的 所以他就會坐到那個中島的高腳椅 然後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去吃麵 麵店看了 或者是賣檳榔的 就是會這樣子看電視 他唯一就是在那邊 會看看日本的美食節目等等 所以那一塊地方就是 我會不敢 不太敢走進去的 那可是你必須面對你的未來 所以我現在有把家裡面 裝潢重新改變 然後我們現在就出來了 屏風也搬到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然後我跟女兒也搬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重新裝潢 大概也要花半年時間 我就把原來兩戶打通的房子 再隔回兩戶 然後一戶以後就可以給女兒 他們自己的小家庭住 另外一個我獨居老人呢 我就住在旁邊 那我女兒很會烹飪跟國秀一樣 所以她煮三餐就會叫我去吃 所以我就必須要自己去想 未來是什麼 妳有一直在幻想 獨居老人這件事 有 然後又很害怕嗎 不會 女兒... 女兒有想要住在隔壁嗎 跟她老公以後未來 她就是很好的女兒 然後她的男朋友也非常好... 非常好 我就多了一個兒子 真的是多一個兒子 這樣不算獨居啦 對啊 真的 還是很性質 是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安君燦的畫面 我們要再來要研究的是 演藝圈的勞資雙方的關係 你們照自己的風格 跟老闆心意的 好... 安君燦第一個囉 嗨 大哥 你今天跟誰來幾個人 要幫你安排座位嗎 她就會說 請問你們有沒有像那種 美國的夜店 就是會大家排在門口 然後你們這樣挑漂亮的進來 你知道嗎 我也有挑過你啊 你挑過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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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其實很像一個造型師 沒有造型師的味道 接下來安君燦到劉真背後去 你看這樣就像一家電... 就像一家電了 那... 曼珠王才在這裡 好 我們來明天就開一家理髮廳 好 Andrew和Kelvin 為什麼要叫Andrew 逛髮型師出演 真的就這樣 讓我們來解決你 髮型的問題 對 是不是就是精神武啊 不是精神武 你出的出口 去哪裡有半點精神武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明星 就要有那種尖下巴 十五歲的時候十年前 可是你不能只管下巴 或是整個五官都不管啊 對啊 你這已經是第一道無法講話耶 而且攝影師說很好 你還要說謝謝 明星要道別的東西什麼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高跟鞋 來 妳看 妳要不要被穿東跟鞋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鞋 而且你在夜店工作 你穿這個很容易跌倒 你知道嗎 不要啦 因為畢竟我小時候也是很常看 那個大小S的節目 對 小時候 對啊 你還敢罵人家 我才要罵你了 安君燦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得多慘 小時候怪我嚇得多慘 怎麼猜啊 怎麼猜啊 你什麼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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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氣了 有粉絲跟我說裡面有一個 角色在變形的過程中 有一剎那兒 長得好像安君燦 有耶 妳是說這是阿凡尼達嗎 好像喔 對 妳好像這樣美人嗎 妳必須在這裡 對 妳是大美人耶 某個部位分很開 是 我如果用東西量 都量到出來的嗎 對 妳還講他分開這件事情 妳已經害他就是被導演都講 都接不到戲 有因為我這句話 影響妳的演藝生涯嗎 可是比如說像小S這樣的身材 但是卻穿大龍炮妳覺得嗎 對啊 對啊 妳還太陽穴 妳拍這邊拍不到眼睛 我跟妳講 我拍到鼻樑 不要拍眼睛 居然帶Seven買得到的東西來 不是 以前Seven還沒有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節目當什麼啊 它可以放到那個烤箱裡面烤 烤完以後 它就會很像你在餐廳裡面吃的 熱的 你們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嗎 什麼消息 誰 誰小燕姐妳知道嗎 很普通啊 好...那妳不要吃 OK啊 下一位 下一位啦 我們節目結束啦 等一下要出來那個 坐在妳對面的人 妳覺得是他帥還是妳帥 我覺得我... 因為可能我年紀也比較大 所以我算是比較成熟的那種 帥 謝謝 小燕哥好 可是我覺得你妝好像 比安君看濃耶 你眉毛是完全是假畫...假的吧 畫的 你沒有畫眉毛吧 我有畫 大概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非常成熟的人 因為你知道我想的問題是什麼 我就是所有東西都擺平了 然後就是也閉上眼睛 燈也關掉 然後我腦子裡就開始想說 我們人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上如果哪一天我死了 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那我們在宇宙裡面 是不是就是微小的一個塵埃 然後你就會想... 就這樣隨便想就可以想 可是最近我又開始想 而且我是最近開始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會想到流淚的那種 你怎麼了 就是你閉上眼睛 然後你會想說 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人記得我 然後就說 都沒有 從側邊兩邊流淚 對啊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上節目吧 應該也是最後一次上節目吧 其實那個...當時那個問題 聽他提那個問題的時候 認為他心情不好 所以就會想安慰他說 不要把這種事放在心上 就是別人記不記得我們根本沒有關係 可是誰曉得他是真的在問這一題 其實這段時間他一直都很想要 繼續往戲劇的方面發展 然後他之前要接友台的一個戲的時候 剛好撞起一個內地的戲 然後我就說 格 你之前演的角色 在內地都比較邊邊角角一點 很難得會有一個戲的... 裡面的東西很有挑戰性 然後又是男主角 雖然他很短 又是在台灣 錢可能也沒有內地來得... 費用來得高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要嘗試看看 因為如果你挑戰成功了 或是你挑戰失敗了 但是你去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想到什麼 我只是覺得這角色好厲害喔 然後劇本寫得好特別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 根本沒有想到他 其實心裡面有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 是這個狀態的 對 後來那個戲拍完了嗎 拍完了 他演到了 他演到了 所以他生病的事情 是連你都滿 因為他其實中間有一段過程 看醫生看到好了 然後也...自己也長胖 就是看起來都非常非常健康 雖然還是有一直持續的在觀察 但是到他最近一次發病的 那個往後到後面感染一點嚴重 他都沒有跟我們講 唯一只有他的身邊的助理跟我的... 照顧他的經紀人知道 可是他經紀人就是 他每一天都在威脅經紀人說 不准講的那一種 我完全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 就是我接到通知的時候是 我們共同的朋友說 你來醫院一趟 他要走了 我想說 但是...我連他生病都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就... 太突然了 所以很難... 我覺得好多事情都是... 都是... 其實安俊燦也是我的學生 藝成嘛 申東敬也是我的學生 他們都...都好勇敢喔 因為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經... 他還是這麼可愛的 有沒有記得啊 什麼什麼的 對 他那一整集 完全沒有露出任何 想要告訴我們多一點的訊息的事情 而且甚至其實在錄 那最後一集康戲的... 前後的時候 就是我的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他... 前一天晚上就打電話給經紀人說 他摔倒了 所以唱歌可不可以像Aguila 一般的做著唱歌 然後我還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不要開玩笑了 那是一首快歌 但不只我們兩個就這樣做 他說沒有...沒有啊 我摔得真的很痛 然後可能唱歌都有點困難 我說OK 好 沒關係啊 那我就坐你腿上唱歌囉 然後那場音樂會辦得 我覺得很成功 然後他也... 也完成了他一個很小的心願 就是他也有唱到一首歌這樣 可是我那天覺得很奇怪 因為台下都是我的朋友 然後也是他的朋友 但是他就說他很不舒服他要離開了 可是我那天 無暇顧及到他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就沒有去照顧 是音樂會結束第二天 我就接到安苡萱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台北啊 怎麼了 然後安苡萱已經哭到一個 就是我根本聽不出來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說 你如果有在台北的時間 你就多去看一下安君燦 因為他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就說你放屁 他才剛跟我辦完一場音樂會 然後他就說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然後因為他仍不在台灣 如果可以的話就多多去陪他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很生氣為什麼 我離他這麼近都不知道 我就先打電話給照顧他的經紀人 然後我經紀人就全盤拖出 就是有關於他不想要讓朋友擔心 也不想要讓公司的人擔心 甚至不想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他就只希望他可以在... 他還很好 可以工作的時候 可以留更多的東西給大家 然後我甚至連... 就到那天他的... 要推進去火化的時候 的前一天晚上我才想起來這件事 我好像有一樣東西沒有送他 然後其實那個火化是不能有 其他的東西一起進去燒的 然後我就抱著我自己的專輯 然後裡面寫了很多很多話給他 我就跟他說... 我就請旁邊的工作人員說 可不可以 拜託你 偷偷放在棺材下面也好 因為這是我欠他的 然後我真的很謝謝他 在後面這一整段日子 有陪我經歷過我這麼大的 重要的事件 然後就有跟著他送過去的 是 放進裡面去的造型 聽說高凌峰大哥 是要求要穿火鳥的服裝嗎 沒有 放進去的是穿白西裝 他本來有提過要打扮成火鳥的造型 火鳥是... 對 這是一個我沒有幫他完成的心願 其實一直沒有人知道 那在跨年的時候 我還陪他去新加坡作秀 然後表演完 晚上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說 你要幫我完成一個我的遺願 我說是什麼 他說在他離開的那一秒 我們要幫他換上火鳥裝 手上拿麥克風 然後放鞭炮把他拍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還滿不懂 是什麼意思的 我就跟我爸說 我不要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滿怪的要求 然後他就非常的生氣 但是到了真的 那個時候到了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做到 因為那時候場面真的太混亂了 手邊應該也沒有火鳥裝吧 也沒有麥克風 也沒有鞭炮 也沒有鞭炮 因為醫院也不可能讓你放鞭炮 也沒有照相機 而且火鳥裝也跟鞭炮不搭吧 對 而且為什麼他離開 那時候大家都在哭 那我去買一個鞭炮 我就會覺得... 覺得會倒 對啊 會倒 對 在最後集結的那一刻 你真的很難把醫護人員推開 說我要幫我爸換上火鳥裝 就是... 火鳥裝是有鬚鬚的那個對不對 就是很多毛 有羽毛的那個 還是紅色跟藍色 好 我們看一下高林峰大哥 來上戲 我們歡迎高林峰先生 歡迎高大陸 我的天啊 鈴珊有眼光 不是我在說 從小就愛聽你的歌 對...我常常看那個張飛啊 他常常在節目中 常常講她的十大美女 然後他在節目中就江蕙啦 就排了十個 我就覺得你排十個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沒有小S 我覺得你等於白排 我認為小S的美 是繼鄧麗君的那種舉手投足之後 唯一有那種感覺的人 然後我留下你們了嗎 不是 我太震驚了 對... 你不要說你不相信 他可能知道 我連看到他人的時候 我都還不清楚他是誰 你已經退出武林到這個地步了 不是 因為我都看歐洲的 對... 所以如果周杰倫在帥的程度上 可以稱之為十分的話 你爸爸的帥的程度 你給他幾分 我爸年輕的時候 因為周杰倫也不是以帥為主 對 就是我們剛剛問了三位 這個千金還有公子們 對於爸爸的帥的程度的評價 我就是要跟你報告 你的得分比較偏低一點耶 這是... 有這麼嚴重嗎 不要難過啊 可是我是希望他就說 他講話有的時候 不要為了效果就... 就弄錯了 你懂不懂 你拿先進去 不是 郭大哥 你今天看起來很崩耶 對啊 他整個下巴的線條都好 因為前一段時間 做了一下微整形 看起來怎樣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想說開始錄影了 這個圈子裡面喔 能讓我叫大哥的真的沒有幾個 是 幾乎是沒有了啦 但高大哥是我 在圈子裡面幾十年來 我最尊敬的一個 我認為他是 我看那麼多人表演 只有高齡風一出場 我會起雞皮疙瘩 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生命中 有很多的缺點 那碰到了婚姻 再碰上了財物 所以其實我的人 是快要崩潰 那所以說大家都說癌症 真正得癌症 是因為細胞的病變 特別是情緒 所以其實我得癌症 是一個很合邏輯的 一個人生旅程而已 叫做朋友 簡簡單單 它沒有什麼 在我們生命中 什麼都可沒有 就是不能沒有朋友 大哥 就是不能沒有朋友 他最後是要來康世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並不知道 其實最後一集我沒有看 我不敢看 其實那陣子我剛好在杭州 有一個節目在比賽 他們就要找爸爸來 就是在剛剛最後一集的那個時候 他身體已經虛弱成那樣子了 那我在台灣的時候 爸爸就說他要來 當然是全家都反對 他說你現在連... 連睡在床上都需要氧氣罩 你隨時都要去醫院 你也沒有力氣走路 你怎麼可能來 我那時候腦袋就是想說 他絕對至少錄影 就是錄影片到現場可以 他不可能飛到杭州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可以坐飛機 也不可以在外面住飯店 就是我就一個人到杭州 比賽的時候 我唱完歌的時候 主持人就說 讓我們歡迎高齡峰 我一轉頭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出現在我的後面 他為了我冒著生命危險 到杭州幫我加油打氣 這是他給我的最大的一個驚喜 他有唱歌嗎 他有 你會為這些事情跟他吵架說 他沒有好好的養病這些事情嗎 不會 我覺得到最後了 我希望他要的是開心 所以他開心嗎 他很開心 到了最後一天 那時候我在學校... 我在學校我收到通知說 要我去醫院 我說怎麼了 他說爸爸又到醫院了 結果我一到醫院 爸爸那時候睡睡醒醒... 一起來就說 明天記者會的東西 處理完了沒有 什麼記者會 因為他3月8號 他去年要辦一個 40週年的演唱會 他那時候每天在處理 他已經在病床上 剩下最後的兩個小時了 他一起來還說 明天記者會的東西 弄好了沒有 他還要起來 還要去記者會 所以他到最後一秒鐘 在跟我講的話 還是在舞台上面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在交代任何事 沒有 他該交代的其實 平常都已經講完了 在教導之中 他應該有高興你 也變成演藝表演者吧 他其實... 他好像最擔心的是我 對 因為他其實從小 讓我還滿自由的 但是在自由的情況下 不能做壞事 他應該是他這個級數的巨星當中 來康熙最多次 他大概六次 大概六次 像其實剛剛有一些甚至 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是 可是你說他不夠帥這件事 他回去有罵你嗎 沒有耶 因為 可是他那天看起來... 他那天看起來有點生氣 是真的吧 他很愛面子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讓我 覺得很自由跟舒服的地方 我在私底下 也是這樣子跟他生活 是 寶弟那時候跟我講了一句 超成熟 因為我跟寶弟就是... 就是平常都是嘻嘻哈哈這樣子 他就跟我講說 秉哥 我們以後就是 沒有這些親人陪伴 我們要很努力勇敢的 靠著自己往前走這樣 就是他... 這是我這一輩子聽他 就是講那麼認真的話 結果我就夢到一個夢 就夢到我跟Makio跟葛少恩 我們就上了一個節目去聊親人 結果今天就實現了 其實是滿緊張的 都是相關的都可以 沒關係 都是相關的 對 我不知道今天這一集 會真的發生 就... 我也不知道 小孩子心裡怎麼想 就是當我說 我要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妳那時候覺得我們兩個 會沒有辦法順利的主持完 我覺得很...這個題目很值得做 其實我想說 情緒上面會不會波動太大 結果好像度過了 就算波動大還是得做 是 就是康熙的一部分 那...就是康熙十二年來 大家對他的評價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評價 可是對我來講 很榮幸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節目當中留下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2004年1月空襲來了 播出至今長達12個年頭 在這12年裡面 有無數藝人朋友們 帶給我們大家歡樂與淚水 然而在每段旅程都有終點 每個生命都有盡頭 生命總是脆弱與無常 在現實生活中 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層出不窮 經常令人無法預測和措手不及 而在演藝圈裡面 曾經有許多我們喜愛的 我們為之瘋狂的明星藝人們 卻也驟然離開我們身邊 讓大家留下無限的遺憾 還有無盡的傷痛 今天康熙來了 帶來大家一段回顧 這些已故藝人明星過去的精彩表現 也感謝這些藝人明星們 為康熙來了注入許多歡樂的色彩 什麼都可沒有 就是有沒有朋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超级 浪走 我們手指示